早 早啊 早啊 昨晚没睡好吗 样子那么累 我可能需要 一个清晨的吻 我才能醒 去刷牙 还是让我清晨了吧 那于先生 是不是有了这个吻 就不用吃早饭啦 那可能 还在需要 十个 好了 好了 喂 喂 你还没睡啊 等你啊 那么晚 嗯 工作太多了 怎么了 心情不好啊 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 没什么 只要 你让我一直长租在这里啊 好啊 那我们就立下字句 你要长租的话 我还能给你打折呢 那多久才算是长租啊 一辈子 哎呀 真素素 我呀不是你的靠枕 本来进门之前身心疲惫 可是进门看到你之后 就烟消云散啦 回来了 对啊 有宝贝在家等我 我当然不舍得加班了 是我最爱的味道 好 你怎么知道我想吃红烧肉啊 因为我是你肚子里的蛔虫啊 那我可能先要把你治掉 听说工厂那边 已经在打药我改良过的设计图了 你放心吧 应该很快就能顺利产出样品了 有你在我放心的 你有心事啊 没有啊 还说没有 你骗得过别人 骗不过我 还真是什么事都骗不过你啊 其实没什么事啊 只是我父亲那边出了点事情 让我有点像妈妈 没事的 吃了你的红烧肉就会好的 好啦 但是我这次做的红烧肉呢 那个味道可能 和你妈妈的有些差距 不过你就当做是品尝我的一片心意 希望你吃了喜欢的食物 能让你忘记眼前的不开心 你的心意我已经收到了 如果你要是再不进去的话 你的心意可能就要糊了 好 还好啊 可以吃吧 小余总 要不再等你等吧 高小姐还没到 我先打电话问一下 她已经请冰假了 不用等 董事长 董事长 我今天特意请董事长来 今天验收成品 我想用董事长把关 应该更稳妥一些 都到齐了吧 那我们就开始吧 都坐 好 镶嵌组的这件产品 我还是非常期待吧 董事长 这是工厂感知出来的成品 请过目一下 好 确实做出来了 但是比起高费的设计 要简单许多 缺少了最初的灵性 高费的设计确实好 不过不能投产的话 也就没有商业价值了 我们要的是普罗大众都喜欢的 都能买得起的 而不是所谓的高级定制 行了 设计和生产都很重要 这件成品我觉得不错 非常精美 要是没有问题的话 我想 董事长 做决定之前 能不能先听听我作为 设计总监的意见呢 说吧 当初有人说工厂 做不出我的设计 是因为我的设计图有问题 那么请大家看看这个 真的能做出来啊 这是我请来的欧洲工艺师 按照我的原设计稿打出来的样品 事实证明 根本不是我的设计实现不了 而是瑞华的工艺师做不出 那这就很奇怪了 瑞华这么多年的老工厂 怎么可能连样品都打不出来呢 还是说 有人故意从中做梗 要破坏这次新产品的面世呢 董事长 明明可以做出来的东西 工厂就是不做 还把责任推卸给设计师 这样的工厂有什么用呢 进来 莫总 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乡线组今天开成品验收会 高辉带着国外的工艺师过来了 说他们能按照设计图做出来 高辉正告工艺师的状了 高辉 咱们工厂的工人恐怕要被牵扯进来了 别着急 你先去那儿把我盯着 有什么情况随时给我回报 是 去 文工 高杰 你一直在工厂盯着身材 你说说看工厂的水平到底怎么样 我是从头到尾看着工艺师打样的 绝对相信他们的专业水准 高设计师 我刚才一直观察你的成品 在制作的时候没有一丝改动过吗 怎么 你还不服啊 你要是不相信的话 我们可以再做一次验证 我可以请他们指导工厂的工人 再做一次样品 这个提议非常好 比起大家坐在这里干聊 倒不如让工厂再做一次 如果工厂能做出这个作品来 就说明设计图没有任何问题 如果做不出来呢 绝对没有这样的可能 绝对没有这样的可能 好 让工厂再试一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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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